禮佛三拜对新进学院来说难免陌生 聚工培训课 学佛礼仪 慈敬人的默契 在慈祭 你不会就问 今天不管你受证的 没有受证的 慈祭是一个大家庭 我们所有的东西不会我们就用问的 学手语 学习 用心交流 天涯 我在海角 不须言语 不求回报 后来大的音乐 聚工讲解慈祭骨髓资料库的建立 茫茫人海配对成功不易 需要更多人响应 很感兴 想到我们现在还可以身体地行 就把我当线 起行火山大 上课蛮累的 我就跟苏黄老师讲说 我觉得好累哦 有点想退转的意思 结果今天一来就听到苏贞师姐讲说 那个法船是要精进 不能退 勇进不退 那就是台风之后三天 三天我们就可以发放了 发放 当时他们就叫我们 你有没有 慈祭就很棒的 焗饮食啊 很多时间 我最快就是做面包的 面包一块面包给一个起司就搞定了 一天呢 一天几千块 几千条就可以送出去了 慈祭人就贫就苦 救急也救难 培训课有志一同 大家请问知识美志工梁延康珍月群加拿大报导 谢谢 谢谢 咯